一名开车玩手机的酱油男撞上了一头出现在路中央的路 这巨大的冲击力让后备箱中装着化学物质的铁筒滚落到了湖中 就这样一路漂流到了两只海狸的面前 随后铁筒发生了泄露 两只海狸也因此产生了变异 画面一转 女主眼镜妹带着两位好友金发妹和短发妹前往堂兄家中度假 堂兄家位于森林深处的小屋 此时在湖边钓鱼的堂兄不知被什么怪力的东西拉住了鱼竿 随着背后海狸的出现 堂兄估计是凶多吉少 与此同时 女主带着两位好友来到了目的地 没等休整多久 三人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湖泊中游泳 接着金发妹被不远处的海狸爸吸引讲前去查探 海狸倒是没见着 一头突然出现的壮硕黑熊却吓坏了三人 好在猎人的枪声响起 这才赶走了黑熊 到了晚上 正当三人聚精会神的聊天时 门外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随后出门查看的他们 看到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向他们冲了过来 等到三人冷静下来时才发现 是他们各自的男友来到了这里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两个男友和金发妹的前男友 就这样女主将他们接回了家中 各自回房开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而另一边的金发妹因为刚刚分手 并不想搭理前男友 便回房准备洗澡 但是随后却在洗澡间中传来了异响 本以为是前男友捣乱的金发妹打开了玉帘 却发现一只可怕的海狸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接着金发妹叫来了前男友 弄死了海狸并将其扔出了门外 隔天醒来的众人出门发现 装在袋中的海狸消失不见了 不得不说 这一行人真是有颗强大的心脏 转眼就将此事抛在了脑后 来到了湖中细水 而金发妹则是因为昨晚受到惊吓 仅仅坐在岸边晒起了太阳 随后因为害怕海狸出现在水中的金发妹 遭到了其余人的嘲笑 但是还没等几人高兴多久 其中的一个男友就被海狸拽入了水中 随后周边的湖水被大量的鲜血染红 等到她再次出来时 已经被海狸咬断了一只脚 几人快速地游到了福台上 但是变异的海狸很快就破坏了福台 最后他们将随身携带来的宠物狗扔进了水中 吸引了海狸的注意才侥幸存活 另一边 回到房中准备打电话求助的金发妹 发现电话线已经被破坏 随后就被突然出现的海狸咬伤 幸好她眼疾手快 拿刀插中海狸的头部才躲过了追杀 接着到了晚上 眼看失去一只脚的男友伤势过重 短发妹便想要带她前去医院 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开车离去的他们被一棵断掉的树挡住了去路 选择返回求援的女主男友 也被突然出现了海狸杀害 好在猎人及时出现 这才救下了短发妹 与此同时留在屋中的其余三人将门窗都封闭了起来 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挡海狸的进攻 等到不远处传来了猎人的卡车声 围在屋外的海狸这才逐渐的散去 没过多久被咬的金发妹也发生了变异 就在女主即将受到金发妹的伤害时 手持木棒的金发妹男友突然出现 解决掉了金发妹 眼看屋外的海狸越来越多 房中留下的孤男寡女也自知逃不过这一劫 于是两人便准备做最后一次不可描述的事情 就在这时 金发妹从木板下钻了出来 咬死了性情高涨的前男友 与此同时 断脚的男友也发生了变异 正当杀掉了猎人的男友准备一并解决短发妹时 机智的短发妹破窗而出 随后短发妹与女主会合 准备逃离这里 不料女主也在半路上发生了变异 短发妹只好一斧子KO了女主 就这样 幸存者只剩下了短发妹一人 但是调皮的导演并不会就这样放过短发妹 来到路中央的短发妹 看到远处驶来了一辆卡车 正当她以为马上就能得到救援的时候 不曾讲车中的人就是偏头的那个司机 司机依旧没能改掉开车玩手机的毛病 就这样短发妹被她给开车撞死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开车千万不要玩手机